博富林、杜豪峰和執如沖康兒花園N2座的全部居民 星期三夜晚陸續撤離 他們將會被送往檢疫中心檢疫21天 這兩棟大廈都有一名外傭確診 他們更驗出帶有N501Y變種病毒株 確診的外傭38歲住在僱主位於豪峰的家 而他一名46歲同樣是外傭的朋友也確診 他住在僱主位於康兒花園的家 在日前的強制檢測中發現確診 他4月中曾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 由於他在2019年已經來香港 所以當局一度將他列作本地個案 不過他們和早前的社區變種病毒個案原來有關聯 在上個月確診 由杜拜底說的印度裔男子 是手中在社區感染變種病毒的個案 和他同住的非植女友人其後都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最新公佈 兩人曾在4月13日到訪親友位於 東沖影灣園的外傭 在深水埔福榮街37號的住所聚會 當局要求曾經在4月15日到5月5日 到訪這棟大廈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 而風輕流在星期一 已經因污水釀本帶有新冠病毒 即日被納入強檢大廈名單 被問到有關患者涉嫌隱瞞行蹤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曾經說不排除病人可能最近才記起一個月前的行蹤 但如果證實是故意隱瞞會作出點控 不過這條傳播鏈 就已造成全港37萬名外傭被迫強制檢測 和多棟大廈的居民要遲離檢疫 東網記者王明彤報導 州民調局 除州1957億 州政府 感谢观看